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然的泡茶家庭 早点认识它 对我们的养生保健是有帮助的 它叫乙菊 它的花当然就是乙菊花了 它和我们种植的菊花很像 只是没有它那么大 它的花是很小朵很小朵的 大家看 它的别名叫油菊 菊玉草 苦玉 如边黄 三菊花 野黄菊 酒 九月菊菊花老 是菊科菊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高啊 可长到这个一米 叶子中部啊 这个卵形 长卵形 或者是呢 这个圆状卵形 两面啊 它这个两面啊 是同色的 淡绿色 这个肝后啊 两面成橄榄色 或肝后啊 成这个 有稀疏的短柔毛 这种啊 是还没有这个开花 还是这个花咕嘟 啊 啊 乙菊的这个 这个叶花 极全草呢 均有养生价值 乙菊花 主要活形成分呢 为黄铜类化合物 主要有 腐皮素 木析草干 木析草素 芹菜素 和金和花素 乙菊花的灰发油中含有月桂酸 脏脑 棕铝酸 益滋 反丁香吸 等多种化合物 另外呢 还含有蛋白质 脂肪 碳水 化合物 水溶性 膳食 纤维 这个 磷 钙 等营养成分 呃 对养生保健呢 很有帮助 我们今天呢 就仔细回家 泡水 带茶喝 啊 呃 如果你在家乡 有这种 呃 乙菊花呀 啊 可可要留下它呦 呃 当然 你可以直接的 这个购买 好了 你还 知道啊 乙菊花还要哪些 养生作用啊 关注评论区 你可以在评论区 畅所欲言 评论 点赞 转发 具体应用呢 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的指导 我是楼民 也是民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记得点一下关注